我是航班的讲解员我姓王 也希望呢我的沿途讲解能够使大家满意 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船马上就要起航 冲气缩得很快啊 三秒钟左右 整艘船就会离开地面和水面 八十公分 做一个超低空的飞行 看一下后边 后边另外一艘船起航了 你看看一下 正在转弯 所以说我们要稍等一下 要不然我们往后到的话 刚好碰到了一个船了 就随时稍微等 好 再约一次 好 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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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 好 públic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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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的船已经是起航了 我们的船就会在原地 也进行一个180度的转温 像一般的船无法做到的 我们可以改善一下 快很快吗 不是很快 很平稳 好 现在的话呢 我们这个气垫船 它面对前面的航道就开始了 我们今天的黄河之南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误以为 这里是黄河 我们现在呢 只是在航道上面 黄河的话呢 是在一公里之后 我们才会进入到黄河的主流 那今天 我们来坐气垫船 大家应该对这个船 都是比较好奇的 因为像平时啊 我们坐轮船 或者快艇的话 只能在水地那开 一旦说遇到这个沙滩的话呢 船就搁浅了 完全是做不了的 那今天船不一样 因为这个船结合的是 海 木 空 三种性能 它可以在 木地 沙滩 沼泽 草丛 以及我们所行驶的 木路路上 它都可以很平稳的 相近调行 那它在船部 它的时速 每小时60到80公里 如果说是在 陆地上面的话 每小时呢 就可以高达100公里 有这个飞机船的称号 那有的朋友就说了 这个船超什么油呢 分身柴油的 还有发动机 对啊 五百马力 我们转过这个弯道之后 来看一下 正前方 有注意到吗 看一下 正前方 就是我们 西洋房已久的 母亲和黄河 来请大家坐好了 马上我们的船长 他就要驾驶七点船 冲出航道 然后要进入到 黄河的主流 感受一下 它有前方 木地进入水中 那一瞬间的感觉 是怎么样呢 我们来坐好了 前面会有落差 正好感受一下哦 要进入水中 就要进入水中 要进入水中 可以开启用 对 不需要吗 不需要吗 等到我们的水中 可以 不需要 不需要 坐好了 我准备起飞了 哦 那快点开啊 可以 可以 现在是鹿顶上面 它下水的时候轮子都会烧起来吗 是没有轮子 没有轮子 所以说在鹿顶上的话也是很轮子 没有任何地步的感觉 如果说有轮子的话 它陆地上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面的 它行驶的工程当中 无论是地面或者水面 一直都是靠气囊 消负在上面的气体 所以说气垫船它无论行驶在任何的地方 都是很稳的 很多朋友坐汽车它会晕车 但这个气垫船就不会的 因为很稳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这条河流它就是我国的第二条长河 世界第五长河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我们现在已经是在母亲的怀抱当中 在大家表明是方向 我们船船是自东向西 我们是溺水航行 浏览黄河风光 我们来到黄河之后 可以透过这个窗户 光看一下 黄河的水面上有注意到吗 可以看一下 我们表面上看过去 是不是很平静 黄河的水 但是你仔细看的话呢 就会发现 在黄河里边 其实它的暗流和漩涡也是非常多 生活在黄河南北两岸的人呢 常说黄河是便善心恶 因为有的时候 你在那个岸边玩水啊 它的水位只会到脚环 但是你不注意 稍微往前一小呼的话 有可能就进尺子的深度了 所以说呢 在黄河里边就从来没有人游泳 太危险了 它不像长江啊 长江下边都是那个硬的沙 那黄河下边就淤泥比较多 所以说 看到门上有人在游泳 很危险 我们现在呢 是在黄河的直河道 自东向西来游览黄河 看一下正前方 有注意到吗 一座桥梁 给大家看一下 这座桥是郑州到交错 云台山去的高速公路 桃花玉黄河大桥 这座桥的名字 桃花玉 桃花玉 一个山一个谷 你们去云台山有可能走这座桥梁 也有可能会走花玉口那边往下游 还有一座桥梁 这个是高速 沿着高速的 我们看一下这座桥的长度呢 有7.7公里 双向六车道 因为之前啊 去交错的话 开车需要100多公里的故程 但是这座桥建好之后呢 就把原有的100多公里缩短到了50公里 拉近了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 那现在我们开车序交错 40分钟左右时间到了 很方便的 看一下右边有注意到吗 船的右边大片地的沙滩地 我看一下 这里呢全是黄河的河床 不要误以为是北岸啊 全是黄河的河床 如果说想去北岸的话 我们就需要登上这边的路地 然后要向北一直走 六到七公里 才能看到黄河北岸的防洪大堤 呃 那我们当地的村民啊 他就是利用了黄河的枯水器 在上面种植了一些农作物 能看出来种的是什么吗 一片金房 对 全是小麦 我们这边是种小麦哦 啊 对 可以看到有收麦的机器 现在正在收割小麦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多么 还有一些